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学不出英文出来 可是这种精神学一辈子英文 这种精神倒是让大家觉得苛刻可泣 可是希望大家学好英文 将来我们可以用一辈子 而不是像好多的朋友 是一辈子在学英文 什么叫英文不好 我想大家同感吧 首先最严重的就是单字挤不住 所以进而句子我就看不明白 不能够讲两句 听嘛我也听不懂 考试自然是考不好 所以学习起来就没有兴趣 那么好多的朋友为了学好英文 但第一个就是到书店里面去找一本书 看到这个书上的封面 写了非常动人的这个句子 怎么样一百天学好 怎么样子一天能够背一百个单字 看到这些动人的这些句子 然后呢把这个书买下来 可是买完回到家 过两天书呢就到你们家的这个书架上去了 再也不碰了 学了没有用 当然再来就是立刻去上课 去找外国人来学习 甚至更勇敢的更积极的 咱们到国外的语言这个训练班去学习 那么我个人也在美国学习英语教学 看了这种很多的情况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你们会有同感 即使你已经在美国的语言学校里学习了 效果真的还是不好的 老师说的你听不太懂 跟同学的互动也是这个不强的 这个因为很多的同学都是从外国来的 大家英文都不好 这个鸡同鸭讲 英文学的是不太容易进步的 当然更有的同学朋友就是考试 考试迷迷糊糊的考啊 背啊死记啊 这样子考完也是迷迷糊糊的 考完了呢 英文还是这个学的不好 学的没有兴趣 其实英文真的不难学 只要方法正确 所以在这过去的时间 既然能够帮助了许多的朋友 那么我们很乐意把这个正确的方法 建议给大家 欢迎各位试试看 利用这个方法来把英文很快的学好 学好英文用一辈子 其实学好英文的一个架构 就叫做123加4 那么大家首先你看到的学习方法并不是去找书啦 去上课啦 或者去考试啊 而是要从英文的第一个动作下手 就是要念出声音出来 不断的念出声音 让你的学习成为一种声音的档案 记在你的脑海之中 才能够进一步的说跟听 而你不能只有声音而已 小朋友在小的时候都能够记到好多的句子 长大就忘记了 所以我们还必须要有思考 也就是所谓需要有文法语法的架构 在你的心目当中 其实这个英文的语法 其实就是123加4 什么叫做1 1就是任何一个句子里面都要有主词 像我们的English就是一个主词 主词我们的六个符号英文法 给大家做了一个简单的记号 叫细单线 第二个就是要有动词 就是yes 然后找到第三个字 这第三个字就是接受你动作的字 very important 就是第三个字 再加上补充的用字 就是第四 所以英文的主架构为123 它带出你主要的意思 再加上补充的用语叫做是 所以英文123加4 解释所有的英文句子 各位看到这个句子这么简单 可是各位看我们别的视频 可以分析到很难很难的 托福的雅思的句子 其实道理都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要念出声音 千万不要只用看的 只用听的 或者是意思意思 在课堂上讲一讲 我常跟大家说 人家讲英文是母语 一年讲了几百万句 你在上课的时候 讲个意思意思 讲个两句 下一节课又讲另外两句 结果你每一句都不熟 结果你的英文自然就不好 所以如果能够相反的 把两三句的英文的句子 好好地念它几千遍 念得又快又熟 我们都知道要讲相声 你一定要先去练习 这个口语的练习 叫绕口令 你的口词要清晰 要能够速度快 这就是我们的基本动作 念出声音 English is very important for me 好 这时候各位程度不好的朋友 就发觉 即使这么简单的几个字念起来 念得结结巴巴 各位朋友 如果你真心地想要学好英文 或者是你已经有程度了 就是在听跟说上面 比较吃力 这时候你就要参考 我们的这个教学的方法了 那么这套方法 教了那么多年 帮助了这么多人 它一定有它的道理 就是你先得建立你的声音档 先把声音念出来 越念越熟 越念越快 而且各位因为要有思考的概念 所以看到这个地方 我们做了一个分割线 也就是说 把这两个字念在一起 English is English is English is 变成一个字 very important very important 又变成一个字 for me for me 又是一个字 所以合在一起 看起来是原来的六个字 其实变成三小组 这就是英文一小组 一小组的概念 English is very important for me 好 说话就很常流利了 其实你在听对方讲英文 人家英文很熟了 讲话都是66666 这样子的6 你的英文的听力 才有办法进步 所以在你听之前 你自己要先念出声音 我们再来念它一下 English is very important for me 再来我们看第二个例子 This is 这是 这是什么呢 a dinner 一顿晚餐 一顿什么的晚餐呢 来 这个四的字 来补充 说明这顿晚餐 to remember 要去记得的 这是一顿 你会永远都记得的一顿晚餐 来念诵 This is 这是第一组字 a dinner 这是一顿饭 什么那一顿饭呢 to remember 去记得 好的 各位朋友 我刚才只教了大家非常简单的两个例句 但是这里面很有声音 很有英文的 123加4的思考 如果大家第一个动作 先把它念个一两千遍 念得口齿 清晰 反应快 这个听到英文就能够反过来 马上听得懂 我刚说 English is very important for me 对你来讲 好自然 好舒服 This is a dinner to remember 你也只觉得很舒服 换你念呢 你马上也能够念得出来 同学们 开始一定很难 可是你只要忍耐一下 跟他拼了 我就跟你拼了 我一次不行 我十次 我十次不行 我一百次 我一定能够行 English is very important for me This is a dinner to remember 好的 在你出去看书 出去找老外教 在你在自己家里进修看别的书 或者是去找老外上课 或者是去参加考试 其实这些方法都是对的 可是我希望你们 先在自己家里面做出你的步骤一 就是把你的基本工作先做好 你要打篮球 你先把运球练好 你要打中国功夫 你把马步先扎好 如果马步都扎不好 你还想学进一步的中国功夫 其实就是天方夜谈 你根本办不到 所以方法要有步骤的 我们欢迎大家去用各种的书 用各种的去上各种的课 或者参加各种的考试 可是先把马步蹲好 就是念出声音 建立一个很简单的语法思考 这个语法思考就是123加4 进入你的进阶的时候 你就发觉你开始可以说英文了 我早上在家里吃早餐 这是我们的中文 请大家变成英文 英文就叫做123加4 各位回想一下 一是不是主词 那就叫做我 我们慢慢把它说出来 我就是主词 主词就叫做爱 然后各位看到你的动词在哪里 动词在这里 叫做吃 吃 吃什么呢 吃早餐 这就是一二三 这个我相信大家一听就懂了 我吃 I eat eat早餐 早餐叫breakfast breakfast 所以先把字念熟 你的英文反应才会快 那么你先把这三个字说出来 I eat breakfast 好的 所以各位处理了 一二三 英文 I eat breakfast 再处理四的补充的东西 一个是在家里头 一个是早上 这些都是副词的概念 就把它说出来 在家里 很简单 at home 在家里头 什么时候呢 早上的时候 早上呢 是一个片语 我们说 in the morning 好 合在一起 各位看到英文就出来了 一组一组的 我 早上 在家里吃早餐 英文先说 一二三 我吃早餐 I eat breakfast 在家里头 at home 在什么时候呢 in the morning 好 各位 这就是语法 从中文转成英文 大家的英文不好 所以如果叫你死记 死背英文 这对你来讲 是非常辛苦的 尤其是各位 年纪越大 你的记忆力越差 可是你的理解力 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我这样跟你分析中文 为什么 你就马上 能够心理神会 因为我运用的是 各位的长处 你的理解力 你的中文用了几十年 好多了 你的英文很烂 没有关系 咱们用中文 来帮助我的英文 这样子你一下 就心理神会 就可以用出来 然后 就是刚才说的 第二个关键 你的声音要熟练 因为你的声音 很熟练 所以你念出来 说出来就很流利了 I eat breakfast at home in the morning 好的 各位 在视频前面的朋友 也许你的英文 念起来是很辛苦的 就像我刚才 鼓励大家的 一次不行 咱们十次 十次不行 咱们一百次 我们再来看这第二句 我们每天 在家附近的学校 做运动 好的 这是中文 找到它的一二三 来 我们 当然是主词 我们 各位 再来 并不是这个咯 因为这只是一个 补充的 说明时间地点的 动词 当然是做 做 才是动词 做什么呢 做运动 所以这就叫做 一二三 所以我们得先把这一二三 给先处理出来 就变成了 we do exerc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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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的字 不熟的字 没有把握的字 咱们念它十几二十遍 把它念熟 然后 每天 还有地方 就是在家附近的学校 那么 在英文里面 的这个声字 是一个形容词的概念 我们会后面先讲 所以我们就说 在一所学校先讲 然后再说 在家附近 在一所学校 at a 学校 叫做 school school 学校 这个学校是在什么地方呢 是在家的附近 在我们家附近 所以 near 叫做 一个介细词 带出来一个片语 靠近我们家呀 那个学校 near our home 靠近我们家 这个地方 做运动 什么时候 去做运动呢 每天 每天更简单了 叫做 every day 每天 每天在家附近 的学校 做运动 at a school 哪里的school呢 near our home 每天呢 everyday 所以合在一起 各位看到 有声音 有一个非常清楚的逻辑 你念它里几次 眼睛闭起来 一二三 是不是清清楚楚的 我们怎么说 we 做怎么说 do 运动怎么说 exercise 然后 现在你看到 我突然之间 把它移走了 在学校怎么说 at a school 靠近我们的家 怎么说 near near our home 每天怎么说 everyday 是不是这样子 当然 我不需要大家背 你只要念熟了 自然而然就记起来了 而且你会发现 你忘不了了 这是一个有逻辑 有声音 记下来的 你可以一辈子都记得的 我们再来念诵一下 we do we do we do exercise at a school n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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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home everyday 同学们 朋友们 反复的去练习它 不要以为你懂了 这是我们看到好多的朋友 你的程度挺不错的 为什么说话说两句就说不出来 其实你根本不熟嘛 你只是知道了 你只是懂了 但不代表你会了 好的 各位看到 我们走到这里来 做的就是三部曲 第一部 就是我们先念声音 把声音念熟 做基本功 然后我们简单的明白一下 英文的语法叫123加4 我们把中文先列好 然后把它123抓出来 变成英文 然后一个一个的把它给说出来 所以这样子来学英文 对于绝大多数的朋友 你们都可以一步一步的 很快的办得到 办得到 你就会有信心 你有信心 你就产生兴趣 你就更乐意的来学下去 当然我们说程度不好的朋友 就怕你的单字量不够 你根本知道这个中文 可是英文出不来啊 是的 所以我们要增加智慧量 增加智慧量 一样是我们刚才的步骤 先练声音 了解文法变成曲子 这个三个动作 最后呈现的就是你的单字会越来越多 我们现在简单的给大家说明一下 大家都知道了 英文的语法叫123加4 我们现在先看几个不同的主词 英文将来的变化变得越来越难 就是主词动词都会不一样 有时候的主词很简单 就那么一个字 可是主词也可能很长很长 这如果你能先学好 当然你的英文的记忆跟学习就容易了 好 我们就先从一个初级的角度来练习 我说she is my friend 她是我的朋友 没有问题 这是一个代名词 she a book is my friend a 一本书是我的朋友 书这是一个名词 名词呢 因为它可以数 前面加了一个a 书是我的好朋友 there are 这是第三种主词 叫做有 有 叫there is there are 复数型的时候就用are 有好多人哦 there are many people 再看第四个 reading books 读书 这叫don名词当主词 本来读书的读叫read 但是要加个ing 所以读书 这个书 刚才给大家解释过 这是可数的名词 不加a就加个s 读书呢 是 是什么呢 my hobby 是我的一个始号 动名词当主词 再来看 to learn english well 去把英文给学好 这叫不定词 用一个to带出动词的 这当主词 is my hope 就是我的这个希望 所以123加4 我们先简单地分析 这个1就有好几种样子 我们刚才介绍的 就是初级程度的五种 我们很快地再看它一下 she is my friend 这是代名词 a book is my friend 这是名词 there are many people 这是there is there的you 代出主词 reading books is my hobby 读书是我的嗜好 这叫动名词 再来看最后一个 to learn english well is my hope 去把英文学好 是我的希望 这个叫不定词 所以朋友 如果大家就有一个基本的概念 你现在就应该开始多看书了 当你在看书 同时念出声音 同时了解它的语法 这个当中增加你的单字量 因为这里面一定有新的单字 新的单字学到的 不仅是认识了这个字 你根本能说 能够听得懂 将来考试当然就容易了 我们看这个句子 there are 就是我们刚才说的 有 有就叫做 there is there are 有 有什么东西呢 好 我们看到后面的叫做 many soldiers 有好多的soldiers soldiers是什么东西呢 叫做士兵 军人的意思 这个新单字 soldiers 是怎么回事 我们一定要先听声音 soldier soldier 这就是士兵的声音 我们就要跟着念 sold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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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因为它是附属型 后面还有一个s 所以变成附属型 我们也听它的声音 跟着学 sold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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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士兵叫做soldiers 所以有很多的士兵 这就是我们的前面的三个 叫做一二三 再带出第四 第四叫做who walk on the street 这个who带出来一个形容词字句 形容这些前面的士兵们 这些士兵们怎么样子呢 who walk 是走路 在什么地方走路呢 on the street 走在路上 所以后面翻译前面 走在路上的 许多士兵 然后再看到这个整句 有很多走在路上的士兵 士兵走在路上 there are many soldiers who walk on the street 这样子 你是不是就可以开始看懂了 看懂里面的声字 念出声音 记住他士兵叫做soldier soldier 现在加上六个符号 他就呈现了非常完整清楚的一个架构 there are many soldiers 有好多的士兵 who 带出这个形容词字句 形容这些士兵 who walk on the street 养成好习惯 一定要有声音 soldi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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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请问士兵怎么说 soldiers 再多看两个例子 learning english well 这是一个动名词当主词 表示一个状态 本来这个学习呢 字为加ng就变成一个动名词 learning english well 学好英文 这个状态 is not 这是我们的第二个字 动词 it's not easy 并不容易啊 ok 再来一次 learning english well it's not easy 但是呢 这是连接词 but i will not give up 但是 我不会放弃 give up是动词 叫做放弃 中间来个注动词的否定 i will not give up 我将不会放弃 所以以着整个句子 念它几遍 把它整个句子都记下来 learning english well is not easy but i will not give up 再来 我们看到 to speak english 去说英语 to speak english 这是不定词 表示那个目标 跟什么人说呢 我是 foreigners foreigners 叫外国人 这个外国人 我们也要来听它的声音 foreigner foreigner 因为它是复数型 我们再加个s来听 复数型的声音 foreigners foreigners 所以 foreigners foreigners 跟foreigners 跟外国人说英语呢 yes 这是动词 是 my dream 是我的梦想 所以 再来念 to speak english 跟谁 with foreigners is my dream 所以外国人怎么说 foreigners 现在合在一起 各位看 这就变成了一个有意义的整个对话了 learning english well is not easy but i will not give up to speak english to speak english with foreigners is my dream 从声音的反复念诵 声音的流利 到英文123加4的语法的建立 然后变成一个一个的句子呈现出来 再倒过来 从句子当中学到新的单词 单词 这就是非常经济有效的方法 你有了这个基础的这个能力之后 再来做听说读写就非常容易了 希望这套六个符号英文法的学习 可以作为大家的英文学习的步骤一 有了这个步骤一 把基础给建立好 把马步给蹲好了 把篮球的运球给运好了 再向上 再去看别的书 再去上课 再去参加考试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